哈喽大家好我是再见小男们 当杨过向雕兄道别后 便返回郭湘与李莫愁的身边 不料恰巧遇见五家兄弟 至于他们相争的理由 我会乎是为了郭大小姐 只是这次玩得更过火 居然连命都不要了 看见这对宝真的你死我活 起初杨过有些幸灾乐祸 毕竟幼时的经历怎可能说忘就忘 但如今自己命不久矣 何不在临死前坐庄好事呢 于是杨过念头一转 决定制止兄弟戏强的闹剧 理所当然 别人忙着针锋吃醋 你个外人少管闲事 殊不知面对五家兄弟的呵斥 杨过居然冷笑说道 你俩开口闭口竟是我的嫚媚 我不管谁管 此话一出 大五小五错恶不已 没错与其跟对方废话连篇 拿出郭阳两家的婚约肯定更加有效 再说宋时最重礼法 婚姻大事定归出自父母之命 哪是几个毛孩胡打瞎打就能决定 我不信 五家兄弟根本无法接受杨过的说辞 更何况先前是谁和自己的师父你农我农 现在又变卦说要去郭福 小狗才相信你呢 小狗是吧 那这招看你怕不怕 而后杨过激出打狗棒法 攻得五家兄弟手忙脚乱 这番举动并非炫耀实力 而是表明黄蓉的快婿只有杨过 眼看地道的打狗棒法就在面前 五家兄弟明了胜负已定 或许是心有不甘 小五大算了结自己 好在大五赶紧支持 猜免得憾事发生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每隔一会儿 李莫愁居然出现在大火面前 话说五家兄弟和女魔头也有不浅的渊源 一切都得从李莫愁的旧情人说起 还记得陆展元吗 想当初这家伙撇下李莫愁后 便与一位女子结为夫妇 也就是无双的母亲何元君 说巧不巧 这何元君本为五家兄弟的父亲 五三通的养女 由于五三通对他抱有异样的情感 在对方成婚的那天 居然协同李莫愁大闹婚礼现场 虽然竟有某位高僧出面 这出闹剧得以终止 但在十年之后 李莫愁再次现身 并决意将陆家灭门 说不知过程中又遇见五三通 本来双方都是同病相连 看似有话好说 可惜咱们的五爷不小心提到何元君的大名 理所当然 这下俨然踩到李莫愁的地雷 此后女魔头神色一变 并以冰魄迎针射向五三通 情急之下 五三通的妻子自怨地丈夫吸出毒针 不过这般举动也让他丢取性命 而事到如今 仇人就在眼前 撇下没有意义的针锋吃醋 五家兄弟合力出击 眼看身旁多出两名帮手 杨国打算趁机夺回郭乡 只是李莫愁并不好对付 一番周旋后 大五小五纷纷重了兵破迎针 无可奈何 杨国只能放任李莫愁扬长而去 而妄向中毒的五家兄弟 杨国心想自己寿命将至 早几天晚几天还不是都得死 于是他小子心意横 居然用口替五家兄弟吸出毒液 接着便昏厥过去 而后在他人的帮助下 一群人总算返回襄阳城 于此期间 杨国睡睡醒醒 意识相当模糊 直到几天过去 他才能勉强扶起身子 说来离奇 按照情花毒发作的期限 杨国的性命早该结束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能够存活下去 面对这般疑惑 一名来自天竺的僧人道出答案 他是义登大师的师弟 医术精锐高明 据他所说 可能是冰魄银针的毒素与情花毒相亲相克 所以杨国才不致毒发身亡 当然这般巧合令人松了一口气 但天竺大师仍然面有难色 因为他认为杨国用情太深 就算日后服下解药 情花毒也未必能够根除 唯一的方法只有挥挥剑斩情丝 也就是完全忘却小龙女的存在 话说回来 咱们的姑姑正在做什么呢 原来他恰巧得知杨国想娶郭福为妻 于是心里哀愁 想到难怪郭氏夫妇不许孤儿和我结亲 难怪孤儿总是不愿对郭大侠下手 是不是一切都是为了郭姑娘呢 小龙女越想越心痛 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绝非如此 但姑姑一身拘于古墓 对事实半点不知 哪能立刻明白杨国胡说的用意 狭带感伤的情绪 姑姑将身边的淑女剑送给郭福 并决定暗自回到古墓 然而当小龙女忧伤之时 赵志靖和曾志炳居然相继现身 至于他们在这里出现的原因 不外乎是全真教打算与郭靖共同抗敌 虽然对于小龙女来说 这些事情早已无关紧要 但没想到在对方的谈话中 姑姑居然意外得知惊人的事实 没错 现在她才晓得那天晚上的对象 根本不是杨国 而在真相揭露的那刻 小龙女顿时六神无主 随后双方撞见彼此 场面一阵尴尬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 小龙女劈头问向曾志炳 她多么希望一切只是胡说八道 但对方却淡淡回应 是真的 你杀了我吧 此时小龙女的内心引来一阵脚痛 悲愤的思绪布满她的脑中 接着暗暗想到 发生这等丑事 我已经没有资格待在顾尔身边了 望向小龙女神志失常 赵志靖赶紧拉着曾志炳离开现场 就在那天 小龙女宛如受到千刀万寡 十分凄凉 而在姑姑离去之后 郭福找上杨过 并指责他小子向五家兄弟胡说八道 虽说杨过的性格放荡不羁 却也不是个没有羞耻的男人 明白自己的行为伤了对方的名声 便向郭福至上歉意 且表明各种原因 当然这笔账没这么好算 毕竟郭福对五家兄弟均有喜好 如今杨过胡乱将婚事拿来说嘴 搞得大五小五纷纷避而远之 这份怒气绝不可能轻易消去 于是一番唇枪舌战后 郭福将话题转移至郭湘的身上 这下冤枉啊 虽说郭湘曾到杨过手上 但人家是出于好意 可没有想把你妹妹给卖啦 不过再说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现在的杨过只想知道姑姑在哪里 然而郭福哪肯轻易罢休 随口交代小龙女交付淑女剑的过程后 便能朝热讽有歧视必有歧途 你师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想当然了 你骂我可以 骂我姑姑就不行 杨过的双眼仿佛着了火 恨不得撕裂对方的嘴巴 不料郭福稳如吃下雄心豹子胆 居然带着轻蔑的语气继续说道 你师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告诉你他和那些道士鬼鬼祟祟暗中来往 早已不是什么清白之身 没错当初揭露真相的时候 郭福恰好就在现场 小龙女的丑事自然也入了他的耳中 然而当杨过听见这般说辞 残存的理智已经不在 接着一巴掌立刻招呼在郭福的脸上 想也知道 郭福一生受尽宠爱 哪里受过这样的耻辱 于是他拿起手边的剑刃 果断披向杨过 虽说双方的实力有着一段差距 郭福本该不敌才对 可是因着杨过昏迷数日 四肢显得有些无力 行动早就不如一望 而就在这般情势中 郭福手上加镜一剑挥出 伴随凄凉的惨叫 杨过与右手分道扬镳 至于为什么小弟的文本和画面有些差异 只能说我真没法把受害者 讲成加害者啊 不管如何 这一剑下来 郭福惊呆了 明白自己闯下大祸 便延起脸面奔出门外 那么杨过呢 为了不让郭靖见到他如此不堪 自点穴道止住血流后 杨过打算暗自离去 可是因着伤势过重 没走几步路便昏厥余地 好在他小子人缘不错 身处困境也能获救 没错证明救星正是雕凶 而在他的帮助下 杨过总算保住性命 与此同时 发现郭福闹出大事 郭靖的血压急速升高 毕竟他将杨过视作亲生儿子 对方又救了郭家多条性命 如今恩情尚未报答 反倒卸去人家一条手臂 对于重情重义的郭靖来说 他的心里怎能过意地去 哪只手砍下去 哪只手还回去 郭靖掏出身边的利刃 并向郭福严厉说道 眼看情势不妙 黄荣立刻出面缓甲 当然他也晓得丈夫的脾气 于是赶紧催促女儿离开当地 画面再次回到杨过的身上 伴随伤势逐渐康复 雕凶带他来到某座峭 其中有一硕大的石块 上头刻着剑种二字 前去查看 石块的背后藏有三柄长剑 并且附有迷一样的字击 第一把是利剑 灵力刚猛无坚不摧 若贯前已知与和朔群雄争锋 第二把本该是软剑 不料那里没有摆放任何物品 只是写到紫薇软剑三十岁前所用 物伤意识不详乃弃弃之山谷 而第三把是玄铁重剑 重剑无风大桥不攻 四十岁前试之恨行天下 这两行字让杨过感到有趣 毕竟天下剑法总以灵巧为主 此剑却看似反其道而行 但第四把剑想必令人更加好奇 那是木剑 四十岁后不至于物 草木竹时均可为剑 自此今修剑进于无剑甚有剑之境 厉害厉害 面对精妙的剑术理念 杨过不免浩然常叹 利剑软剑重剑木剑无剑 这些极为独孤求败的五剑境界 每一阶段都分别带有不同的思想与精神 至于各自的概念 咱们以后再慢慢解释 而这边再替各位补上一段有趣的插曲 虽然雕凶先将玄铁重剑丢至杨过的面前 但他小子却把目光放在轻巧的利剑上 毕竟现在只剩一条手臂 力量与一望相差甚远 只是这般举动令雕凶相当不屑 于是转身不再理睬杨过 而面见对方摆出一张死刁脸 杨过只好快乖听话 话说这悬铁重剑真是不好使 别说随意回舞 就连能否拿稳都是件难事 然而当杨过还在摸索之时 雕凶居然迎上前来 几招过后 杨过气力尽失 更因此昏厥过去 再次醒来 雕凶呈上迷一样的圆球 尽管不是过期的大环丹 仍有强身剑体的功用 其实这玩意儿实为禽兽的胆囊 味道又辛又苦 不过服下之后 杨过感觉自己明显的高了 人也壮了 自信心都回到他的身边了 而后在雕凶的训练下 杨过逐渐掌握重剑的要领 正所谓重剑无风大巧不攻 眼俭一概 极为轻重刚柔随行所欲 刚进柔进混而为一 撇出繁杂的剑术招式 以简单直接的手法克制敌人 正因如此 这般境界所需的内力必须相当深厚 如果拥有足够的本钱 再配上那柄悬铁重剑 定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威力 果然是无坚不摧何须有风 伴随一段时间的钻研寂寞练 杨过实力大增 不过进步的喜悦 却无法填补心中的寂寞 每当望向天上的明月 他总会想到 不知姑姑此刻身在何处 他是否也在想我呢 于是到了某天 杨过心念已决 打算下山寻回至爱 就这样 向雕凶道别之后 杨过带着玄铁重剑步上旅途 究竟小两口能否顺利重逢 到底还有多少难关等在他们面前 我们下集分解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咯 如果你对神雕侠侣 有任何自己的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咯 喜欢我的影片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帮我按个分享 另外也别忘记加入我的FB粉丝团咯 我是再见小男们 我们下集再见